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两天养殖行业正在热议一个话题 就是生猪价格创近两年新低 猪价下跌有市场波动的影响 也折射出存篮量的上升 那目前全国生猪存篮约4.5亿头 今天我们不说猪价 我们就来说一说庞大数字背后 让养殖户和周边群众们都感到头疼的一个问题 就是养殖污染 有人计算过4.5亿头生猪三天的分尿 足以填满一座中型水库 那如果处理不好的话 它会给人们带来什么呢 您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 可以打开手机摇一摇 参与红五月活动海量惊喜等您拿 好 来看今天的节目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河南省商水县 摇集乡大兆庄村 你看绿树鸟鸟鸟鸟瓦舍 这是一个比较漂亮的小乡村 但是在这个村里的空气中 我去闻到了一股让人很不舒服的气味 你看路边它这个水沟 这个水是黑色的 你看 整个是黑色的 在路的这边呢 堆着很多这种动物的粪便 而且这个粪便呢 离村民的红砖瓦舍呀 也就二三十米的距离 记者继续往前走 发现这些粪便 一直堆到了村民的房后 天气一天天热起来 村民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 会是怎样的感受呢 那气头的雪人呢 都说这是 臭装子 硬装子 村民说 不采取灭营措施 简直就没法生活 无助鼻子 那硬子都打脸行 那么 村口的水沟里究竟是什么水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气味 村民的屋后 为什么会堆积了粪便呢 你先把他养猪 要将其他头 那多多一村 在后面都要理由 原来 村里有多个养猪场 按照村民的说法 这些养猪场 不经过任何处理 就把猪粪堆在村民的房前屋后 或者直接排进村口的水渠里 久而久之 导致空气和取水 都受到了严重污染 那么 情况是不是真的如村民所说的那样呢 记者决定到其中一家养猪场 了解一下情况 拿来 拿来 这么警觉啊 我看看你的养猪场 养猪情况怎么样 行吗 虽说没能进入养殖场 但一小时后 记者还是见到了 这个猪场在村民屋后 倾倒猪粪的场景 在另一个乡镇 记者发现 有的养殖户 甚至都不用把猪粪推出来 而是通过排污口 直接排到养殖场外 我们看到猪舍的外边呢 有一个一个这样的排污口 猪粪呢 就从这个排污口排出来之后 顺着这些个水槽呢 就流到下边去 那么它流到哪呢 这些猪粪呢 就顺着这个排污口啊 就流到了这个水塘里头 我们发现 现在水塘三分之一的面积啊 都被猪粪给覆盖了 猪粪日积月累 堆积在这里 导致大片的水塘 已经变成了陆地 塘面污秽不堪 甚至病死的生猪 也被直接丢弃在这里 从而使堂里的水 遭受了严重污染 承包这块水塘 开把农家乐的村民小刘 提起这块水塘 总是叫苦不迭 这是没有被污染的 是吧 这水是干净的 那边都有鱼 叫鱼呢 你看那有钓鱼了 这边就不行了 这边还能钓吗 这边没鱼了 泛了臭了 臭的你怎么糊啊 小刘说水草蜂长 就是水遭受污染后 负营养化的直接表现 为了了解的更真切一些 小刘带着记者 到水塘边看看 慢点 完了我这双鞋 我去那边吧 十年前的三河村的 几个水塘的水质 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自从村里 有了这个养猪场之后 养猪场的污水 猪粪就通过这个排污口 排到旁边这个水塘里来 现在你看 这个水塘已经变成了这个样子 村民说 由于村里的饮用水源就在附近 他们的饮水都受到了影响 我们看到大娘烧开的这锅水啊 明显它的颜色啊 非常的浑浊 而且我闻它这个空气中啊 有一种很奇怪的一种味道 而村西养殖场附近的农户反应 他们打回来的水 甚至都达不到这个标准 都没有一大通水塘里 不管塞的水 你看这一转安全 在这些村民家中 我们看到 几乎每户都有买水的塑料 而在黑流村 这家饮食场门前的猪粪坑 已经成了骑电动车村民的安全隐患 村民说 这个水塘近两米深 猪粪污水混杂着沼气 掉进去很危险 排污坑对村民安全的威胁 这家养殖户又是怎么看的呢 接到群众的这个反应啊 说你这个猪场污染非常严重 说你这直接这个猪粪就往外排 有这个情况吗 先去把它 村民 村民 哪个哪村呢 很多村民 就这个村的 黑流村 黑流村 对 那是黑流村啊 对 我排队排到这儿来了 人家村民路过也会受影响啊 我去到这儿了 他调到里头他也举报起来了 你说请诺 你说请诺 你干净活 平时那猪粪排到哪儿 你干净活的 人家打记载的 连个字意思都不一样 你给这儿损啥水 你看 你给这儿损啥水 你平时那猪粪排到哪儿啊 排到哪儿 你怎么没看见 你给这儿问问问啥呢 我就啥好问了 你没看见啥吗 你们平时能闻到这个味儿不 哎呦 那这儿闻不到 我还关注人家的 自己自己想 也在摸住里 为啥呢 能沾住里 养殖户们说 即便建一个小型的 猪粪无害化处理厂 也要五六十万元 像你们几户如果要是投资 要建议能不能建得起来 建不建议 你看一家你得坦多 坦一二十万三万那一千 你养殖多少头 二十六头 你再法华持之 那么不得了解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 如果在猪粪处理上 再增加充本 可能你们受不了 养殖户分析说 现在猪肉行情 还算比较好的阶段 一头生猪出篮 也就赚三百五十元左右 二十头的收益 也不过七千元 还要扣除人工成本 再拿出钱来 处理排污 确实比较困难 养殖规模小而且分散 直接导致了猪粪处理 成为一个难题 对此 当地政府也很无奈 政府现在都是 我印度性 印度现在政府也没这个钱投资 给护家贷款 愿意给他贷款 但是护家又不愿意 他不愿意贷款处理这个事 按理说 猪粪是有机肥 上到田里是很好的消化渠道 为什么村民宁愿堆在路边污染环境 也不拿去当肥料呢 原来猪粪上到田里之前 必须经过腐熟处理 这需要场地和劳动力成本 而且虽说粪肥可以减少土壤板结 提高农产品品质 但单就肥力来说 明显赶不上化肥 一亩地的装甲 它需要的单真甲元素 是要一定的 如果我们用符合肥的话 一亩地一包 一百斤 它的养分就够了 但是如果用农家肥呢 它单真甲元素的含量只有百分之几 同样达到这一袋的符合肥 单真甲的含量 它这个有机肥呢 可能也得拉到地里面 几吨 那么养猪场的污染问题该怎么解决 有什么好的办法 新养殖户把猪粪充分利用起来 而不是随意排放呢 这是一家年初来生猪 五千多头的养猪场 虽然身在养猪场之中啊 但是我们并闻不到什么气味 那么它们这些猪粪是怎么处理的呢 我们去了解一下 在位于浙江省长山县的这家养殖场 我们看到 猪舍的地板都是由这样的漏粪板 构成的 古名字叫漏粪板 漏粪板就是漏粪用的 它这个光滑的 粪就从这个壳里边漏下去 对 这个隔里面漏下去以后 这下面有个新隔 由于经常冲刷 猪舍里基本存不住粪便 而被冲到地下的粪水 会有每个眷舍旁的统一阀门来控制 这个猪粪 猪粪它这个比如这个满了 在外面中够管完 就把这个打开 这个等于阀门一样的打开 你看 那里边的粪就流到下面的管道里去 对对对 这个粪流到管道里去 到那个减粪政筋去了 其粪中心会对猪粪发酵处理 并进行干湿分离 当地的农户拿去 种点小菜啊 种点辣椒什么东西都很好 他们都很喜欢 我都五块钱也带 都给他们买去的 液态部分除了卖给农户 作为液态肥种果树 还有更好的用处 这个养猪肠产生的沼气啊 经过艳氧发酵分离脱流 就储存在这个气罐里头 这个气罐的容积是120立方米 这些个沼气可以供280户村民呢 一年四季不间断的生活用气 这火力很好的 很大 老吴为什么会有热情 在制屋上做这么大的投入呢 原来两年前浙江省就出台了 养殖污染防治办法 要求粪便污水无害化处理 作为从事养殖行业的必要条件 如果达不到自无标准的养殖户 那我们将按照低小散租场 建议它关停 转厂 转业 对于保留下来的规模养殖户 采取个人筹集一部分 政府扶持一部分 租粪加工生产效益 补贴一部分的办法 逐步建设和完善这些处理设施 现在我们又来到了江山市实名续业养殖场 与其他养殖场不同的是 这不仅有养殖大棚 而且还有加工车间 也就是说不仅能够听到猪叫声 还能听到龙龙的鸡声 怎么回事呢 咱们请毛厂长带我们去看看 原来这位厂长已经把猪粪处理 由养殖场的副业做成了主业 通过引进专业设备 利用粪污水配合稻壳 生物菌种 制造高附加值的有机肥 不仅能消化自己养殖场的猪粪尿 还能解决周围养殖户的 粪污水处理难题 把它做成那种高档的 颗粒状的 而且还可以把它做成那个小包装 你可以家里面 那个庭院里面 花灰里面可以用 撒一点 因为我们这个做出来不错 作为经济发达地区 可以引导养殖户通过高投入 来上马降低排放量的设备 但是对于那些相对落后的内乳地区 应该如何解决养殖与污染的矛盾呢 应该引导一些大的飞料厂家 就是有品牌有处理能力的厂家 让他们引入到这个养殖重点区域 比如说 你哪个企业愿意来运作 我们这个区域的这个游击培 那么政府从过土地 从政策 从各方面 就像垃圾集中处理厂一样 形成一个游击培处理厂 那么政府可以从面补贴各个样子厂 他自己没有处理能力的话 可以给他收集起来 通行到这个地方 由一个品牌来拉动 这几千年来 农民从来没有为猪粪牛粪的出处苦恼过 加出这头拉多少 这地里就能消化多少 这是一个良性循环的生产方式 那现在的规模化养殖 和养殖与种地分开 破坏的这种良性循环 要减轻养殖业的环保压力 就必须通过产业化运作 和调整生产方式 恢复这种良性循环 那么谁来做这件事 这首先要依靠市场产业化的力量 把技术和资金结合起来 把亏钱的事变成赚钱的事 政府在政策上 要引导养殖环保产业的发育 养殖户呢 也要有意识 把自己纳入到一个环保产业链中 当茶博会遇上一带一路 如何打造品牌 让更多的中国茶走出国门 更多内容稍后播出 近日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在北京刚刚落幕 而首届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 明天也即将在美丽的杭州 拉开序幕 2000多年前 在海陆两条丝绸之路上 中国把茶叶输送到了沿途各国 那如今如何打造品牌 扩大出口是国内茶叶企业 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 接下来啊 咱们去广东省的英德市去看一看 这里呢 曾经以产茶盛级一时 而近几年呢 茶叶出口是少之又少 面对新的丝绸之路 他们能否抓住一带一路的机遇 让更多的中国茶走出国门呢 这是广东省英德市的一个 茶叶加工车间 已在茶厂工作了多年的工人们 近几个月来 一直都在熟悉一项新的技能 每个人都在参与建立 一条完整的 全程可追溯的生产线 他们有填表习惯 因为这个表的话 突然说因为我重新增加了 更新了一些锐头的话 可能就是说跟之前的 有些模式的话 有点点适应不过来 因为想对整个流程 做一个完善的 完整的一个就是追溯 全程可追溯的实现 将在两个月后 让这家企业 拿到一项 他们等待已久的资质 出口资质 出口这个概念 对于英德的很多人 熟悉又陌生 英德红茶 曾是我国出口换汇的 主要农产品之一 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 英德建立了广东省最大的 大叶红碎茶出口商品基地 然而近年来 英德的红茶出口量 几乎为零 为什么前几年 我们国家这个茶叶出口 一直比较低迷呢 改革开放以后啊 政策有所改变 外贸呢 它是自负盈亏的 它就没有补助给我们企业了 所以呢 它也没有补助的话呢 我们出口那个利润就相当低 微乎其微 所以大家不愿意干了 出口利润低 让英德的很多茶企 放弃了出口 这是目前中国茶叶出口中 十分普遍的现象 但对于一些产茶集中的地区 生产量远远大于国内市场的需求量 这么多年 一直还在以极低的价格 出口茶叶原料 出口的效益不是很好 因为出口的价格比较低 像那个 它快小品最多的 像李顿啊 所以很多都是用我们的原料 那它反过来卖的还很贵 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 主要是我们国内没有一个好的一个品牌 一个出名的品牌 好的茶叶没有知名度 有知名度的茶叶 要不没有品牌 要不品牌杂乱 真假难辨 让中国的茶企 无法应对国际竞争 那又是什么 让他们时隔多年后 重提出口呢 中国一直是世界上 茶园种植面积最大 茶叶产量最高的国家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2016年 全国茶叶产量241万吨 比上年增产了7.4% 是所有农作物里面增幅最大的 中国这个茶叶是多了的 是供大于求 所以现在等于开辟了市场 开拓国际市场 已经成了国内茶企业 唯一的选择 而就在这个时候 他们遇见了一带一路 虽然说一带一路 带来前所未有的商业机遇 打铁还需自身硬 中国的茶叶如何在国际市场上 打造出响当当的中国品牌 他们如何在这条困难重重的 出口之路上打开国际市场呢 明天我们继续来关注 茶博会系列节目 煮茶看世界 5月16号 哈萨克斯坦国家广播电视公司 一行来到了央视7套农业节目 参观交流 那我们的农业影视节目 也将更多的走出去 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5月16日下午 哈萨克斯坦国家广播电视公司 代表团访问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 代表团一行参观了聚焦三农栏目演播室 了解新闻节目的录制过程 并与栏目主持人进行了交流 在新媒体中心 哈萨克斯坦国家广播电视公司 总裁卡林 现场向网友们问好 中哈不仅在经贸上有合作 在文化艺术上也有交流 为传承思路精神 促进两国人民的友谊 这次双方共同一项合作拍摄电影《伊犁之恋》 电影《伊犁之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2017年文化交流合作项目 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是这个合作项目的发起方 作为中方出品单位之一的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 是中国国家级专业农业影视制作基地 成立68年来 推出了一大批制作精良的优秀的电影和电视节目 荣获最具影响力的中国电影政府奖 华表奖和金鸡奖 在国际电影界赢得广泛声誉 近年来 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加大走出去力度 由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制作的中国农场节目 已在东南亚非洲等地落地 中国中央电视台农业节目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这次双方异想合作拍摄的故事片《伊犁之恋》 正是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实际行动 故事片《伊犁之恋》通过哈萨克族三个年轻人 在所眷恋的故土上 经历了一段生与死 情与爱的人生之旅 情节曲折感人 富有浓郁的民族特色 据了解 《伊犁之恋》也是中国电影市场首部运用哈萨克音乐歌舞 反映哈萨克族人民生活及生存状态的爱情喜剧 影片设置完成后 将在中哈两国同步发行放映 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5月15日上午 全国首家农业全产业链公司斯肯农发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名落上市 江苏省农肯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是江苏农肯2011年整合了肯区18个农场种植业资源 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的全新农业企业 应该说是些种植规模化 控制是标准化一体化的经营 应该说优势是十分明显的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节目信息 请您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事网 农事网官方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 也可以通过央视网查询浏览我们的节目 也欢迎大家关注去交三龙栏目的官方微博微信给我们留言 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 好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去交三龙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